女子雙打四強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感謝您持續鎖定11新場2017年世界桌球錶賽 即將要進行的是女子雙打四強賽的第二場 這場比賽有我李秉敬以及專業球評吳森雅老師為您服務 老師你好 你好 這場女專的第二場 將是由中國的丁寧加劉詩文 要出戰日本的伊藤美成加早田希娜 畫面上看到的就是目前世界女單的一姐跟二姐 丁寧加劉詩文 這個組合相當受到矚目 畢竟是目前等於說是女子桌壇最成熟 技術最全面的兩位選手的搭配 那另外一邊呢 日本的組合等於是 年輕 新世代的組合 早田希娜目前16歲 快要滿17歲 那伊藤美成目前20歲 也是日本可能未來十年的桌球希望 所以老師怎麼看這樣的一個 等於說是一個世代的對決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早田希娜跟伊藤來講 他們都算是屬於比較年輕的一個選手 但是那相對的他們也先在整個16強打敗韓國 在八強的時候打掉香港 進到四強 所以雖然年輕來講 但是他們還是有一個相當的一個實力 那至於就是說他們的一個打法來講 幾乎青少年的打法來講 他們都幾乎在前台的一個快回 所以在整個快回來講 也很容易造成對方的一個回舊的一個壓力 對 那當然中國隊不用說啦 丁寧跟劉詩文是冥滿天下 威政武林的這個 一節跟二節的這個高手 所以相信在對戰的壓力上 可能一點都應該是一點都不會緊張啦 那當然對小將來講 他們可能也放鬆 因為可能大家都不看好他們 對 那也許因為這樣可以更放開來打 那反而是中國隊這邊有舒服的壓力 因為他們不能輸嘛 因為畢竟是世界前兩大高手的搭配 那如果對上日本這個組合幾乎小 他們五歲到八歲以上 那如果輸球的話可能會面子掛不住 但是我相信啦 以中國隊現在的狀況跟丁寧 昨天在這個女單表現的實力啊 真的要突破中國隊的缺口 這需要非常非常大的 怎麼講 等於要吃這個什麼 要變賽亞人嘛 才有辦法打敗這個中國隊的組合 對 那相對的那他年紀小 而且又是遇到一姐二姐來講 說真的他其實 反而是應該是沒有壓力的 反正把他當成訴求在打嘛 對 然後有機會就上手 有機會就上手 反而在整個情緒上來講 在整個壓力 精神上的壓力來講 他們可能是一姐二姐的壓力 反而是比較大的精神上來講 但是如果以球技來講 應該還是以丁寧跟劉思文的那種 一姐二姐的那種成熟 爭受度來講 應該是穩定好很多 對 那當然 昨天的女單決賽 丁寧是衛冕 然後也拿了個人第三座的市井賽 打打金牌 不過在女雙部分是他的遺憾喔 他在09年11年搭配郭妍輸球 13年搭配劉思文輸球 15年搭配李小賈輸球 他有四座的女雙亞軍 對 可是拿了三座的女單冠軍 所以有時候這個運氣就很奇妙 雙打一直打不到 拿了四屆的亞軍 那單打拿了三屆的冠軍 所以這個球運 有時候很難講 那當然目前只是四強賽 一般也看好最終的冠亞軍 會是中國內戰 所以這場球 我們純欣賞中國隊 這兩位世界高手的球技 當然這個組合 有時候外界會覺得 兩位是不是有一點心結 因為過去兩位是姊妹濤 丁寧跟劉思文 從小一起打球長大 那一直到了這個為了奧運的爭奪 到了上一屆的市井賽的決賽 感覺劉思文因為連續兩屆的奧運 都沒有辦法參賽 而且他當年在2015年 他是世界排名第一 到了16年還是世界排名第一 結果沒想到參賽的選手 不是他 而是丁寧取代他 那另外一位選手李小霞 是因為他早就拿到了這個 亞洲杯 應該說亞洲選拔賽的資格 所以他已經拿到另外一張門票 那就從丁寧跟劉思文當中選擇一位 出戰這個禮拜奧運 沒想到這個中國的平方球協會 是選了當時不是世界第一的丁寧 那時候大家也說可能劉思文 他在遇到外國選手的時候 輸的外戰比較多次 因為當時15年16年 雖然劉思文會為世界第一 不過他輸了三場的外戰 所以也讓中國的教練覺得 劉思文的狀態也許比較不穩定 加上他在15年的事情 在輸給的叮嚀 所以可能在這個分數上 在這個內部的評分上 他不及叮嚀 所以他沒有辦法參加這個禮拜奧運 所以大家也說 是不是也因為如此 這兩位選手 從小到大的姊妹濤 產生了一點點不一樣的心理變化 有時候難免在選手心理上 還是會有一點 因為你在怎麼樣 還是成績來講 還是以早期來講 劉思文的成績來得好一點 但是你說在對外來講 因為劉思文的打法 對手比較好打 那至於他們的那一種 因為他們的兵多 那認為他們的那一種經驗也多 他們認為丁玲那樣子的左手一個直拍 然後他的打法來講 他反而會造成對方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他們後來才決定派出丁玲 是 好 這場女雙的四強 由日本隊選手發球 好 第一個揭發丁玲 沒有想到一開始 日本小將表現得滿好的哦 對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小將 反而是沒有什麼壓力的 是 然後有機會就出手 有機會就出手 有機會就出手 你去上班 我們看到日本隊啊 面對 對面這兩位選手是有 十個世界盃的單打 世界級的單打冠軍啊 對 這個劉思文有四座世界盃啊 那丁寧不用講啊 奧運加世錦再加世界盃有六座 所以在精神上來講 他們反而是沒有壓力的 反而可以放得開去打的 所以你看 有機會就上手 加油 加油 這個… 街發球的事 好,來到劉思文發球 一個中路 然後造成小將的不知所措 是 連續丟了兩球 目前能到 早田的發球 日本隊5比3 戰水領先中國兩球 加油 加油 在整個穩定性來講 我們還是… 看起來還是有一點點覺得 小將這一邊的穩定性 還不是那麼樣的成熟 哇…漂亮 對呀 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隊兩位頂尖高手的這個 反應跟速度 對 哇…精采 真的… 真的沒話講 真的是一解二解 真的是… 你看… 側身 然後… 一個穩定性的 一個大角度的大板 好啦,從4比0追成了5比5 好… 感覺…不給機會囉 對… 剛剛是… Eaton的一個接發球偏高 然後… 直接…他們就上手了 哇… 他想要第一板就加壓 劉斯文就是… 有辦法 在這時候等著他 是… 在… 5比1領先的情況下 被中國隊連拿了6球 好球 嗯… 嗯… 總算是… 充止… 中國隊的攻勢 那… 那我們可以… 可以看到… 劉斯文跟丁寧的打法 它其實兩個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是 丁寧的打法 它是有一點點 屬於比較大弧圈 然後… 比較大角度的 那劉斯文 它是… 屬於… 比較… 第一時間的回球 所以… 一個是… 有一點點打速度 一個是… 有一點點打質量的那種感覺 是 我們看到… 小將喔… 出身之獨不衛虎 追成了8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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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反而又再度把分數給逆轉 現在小將幾乎就一直找機會的上手 現在小將幾乎就一直找機會的上手 好球喔 太可惜了 是 好球 回到中國隊的發球 回到中國隊的發球 好球 由趙田來揭發 對不起,由伊藤來揭發 這起高了 對 這個球有一點點判斷錯誤 他以為球會出台 結果沒出台 結果他反而擺不好 好球 中國局墊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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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反球一個… 側P 好球 好球 好,輪到伊藤發球 居然在這時候發生失誤 反而是日本代的局點 如果能在這兩位世界高手手上搶下第一局 會帶給他們一些震撼 也會造成他們比較大的壓力 是 還是沒辦法 對,不愧是一局 是,打不穿 對,你調了以後… 他直接拉拉拉的 他整個側身,整個大角度的斜線 又是C比C 這是外網 對,一個重批造成他想要快 但一般來說,他如果球打轉的話 他第一時間要回是… 要打快是比較不容易的 是 好,中古隊的局點 插往進 好球 一個側上線被… 被伊藤抓到直接就上手了 沒想到第一局打得如此難分難解 雙方又形成Duce 12比12 可惜… 這個是… 插往出界 第一局就把大陸教練打到站起來了 哈哈哈哈 這局守不住啦 對 你看,像我們可以看到丁玲 丁玲的…他重發力來講 他質量是很重的 他速度沒有那麼快 但是他的質量是很重的 所以你相對的第一時間要接力 還不是那麼好接力 不過第一局,日本小將表現相當精采 經過一番纏鬥 最終中古隊14比12 傳線拿下第一局 好,歡迎回來 這場女單的… 女雙的四強啊 第一局,沒想到 日本隊就給了中國隊這麼大的壓力 對 哇,真的有點出乎意料 是啊,你看他們那個… 日本隊來講 他們等於是… 他是沒有那種任何的那種輸贏壓力 是 然後反正有機會 因為對方就是當今的一節二節 所以他有機會他就出手 所以也造成了… 我們的一二節 也很大的一個… 一個壓力 好,輪到丁玲率先發球 好球 年紀小歸小 但是他們的基本功來講 確實是非常的到位 對 那整個搭配也都非常的協調 對 對 不錯 因為日本隊這幾年的女子選手 非常多的這個所謂天才型的小將冒出來 也被認為最有機會能夠挑戰中國的霸業 對 對 那你看他們現在幾乎都是從小就訓練 然後很徹底的訓練 然後很徹底的訓練 培養 是 而且打法越來越跟中國接近 對 那他們有一些是… 覺得有一點點好像還不錯 有那個前途的那個感覺 他們一樣的就送到大陸去訓練 所以我們會發覺到 他們的打法其實跟大陸的打法是非常像的 那已經擺脫以前傳統的那一種日本式的打法 是 中後台的那一種… 反拉 嗯哼 好笑喔 那個Luckyball Luckyball 好笑喔 他死了 三秒鐘 輪到二屯巴掌 這足球是贏的 好笑喔 哇 又是一個Luckyball 那 所以 像他們一般的那一種日本選手來講 他年紀輕 然後個頭又小 所以他的球 他的速度 他會有速度 但是球的質量 不夠 對 那所以相對的 有時候也會造成 對手的那一種質量 如果出手太重的話 沒有按照球的速度 也很容易造成失誤 球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隊的那一種出手時間 幾乎都是在第一時間 是 就上了 因為他們也很清楚 他們的身材優勢 這球叮嚀 打出不界外 因為他們的身材 所以他的整個 發力來講 必須要稍微早一點 擊球時間要稍微早一點 對 哇 又是叮嚀的出界 對 因為 叮嚀的動作 他都屬於比較偏大動作 對 所以相對的 這些小球來講 對叮嚀來講 是屬於比較 沒有那麼好發力 好六平 哇 這球被 加壓 而且我們看到 日本隊確實 他都是踩第一時間 對 有機會就 拉長了 對 所以造成叮嚀一個 很大的一個壓力 那你 叮嚀來講 他的動作偏大 所以他叮嚀來講 他也不敢站得很近台 因為來不及做 是 好球 可惜 他往出界 好球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球 雖然被皮場 劉曉思 有一點點被逼 他還是 硬拉起來 我們到 叮嚀的發球 哇 漂亮 你看這個 早田希娜的一個 反手 快大 很敢打 年輕歸年輕 很敢打 是 哇 這球劉思文出界了 到了第二局後段 又形成了平手 哇 確實 日本對這兩位 年輕的球員 造成中國隊 相當大的壓力 好 輪到 草平的發球 有瞬間發 好可惜 可惜 可惜 對 看 這個 快毀造成有一點點 位置上的一個小阻擋 好 目前中國隊的局點 不過只有一分差 好可惜 哇 一個側身的一個 揮棒落空 揮棒落空 好可惜 因為再怎麼樣 他們還是會有壓力 是 還是想要 想辦法都出手 對 非常可惜 日本隊在 第二局 還是跟中國隊 殺得難分難解 最終是 9比11落敗 在局數上 目前也0比2 落後給中國隊 好 歡迎回來 我們看到 兩局的比數都非常接近 14比12 11比9 中國隊 都以些為的差距獲勝 不過第二局 雙方的 這個 花球得分率 並不高 那非收破信失誤 其實差不多也讓這個賽局 一直呈現焦左的狀況 那雙打的發球來講 通常的得分率都比較低 是 因為他只極限於那一塊區域 沒錯 所以接球的人 他比較好準備 他必須要 彈跳是限定的 對 彈跳區域是限定的 對 然後接打又是限定的 是 打招了 對 劉斯文的順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一節二節的那一種 整個雙打的流暢 好像不是那麼樣的順 對 跟我們剛剛看的這個 陳夢跟朱雨林 對 我感覺 另外一組中國的那個組合 流暢度是比較好 對 因為他整個動作 我們可以看到 丁丁的動作是屬於 比較偏大的 比較像男生的打法 那雙打來講 你又遇到日本這種 快速回球的 然後 在第一時間回球 所以他比較能夠 難施展開來 因為他 不敢站得太近台 然後你站得太後台來講 他有一些小球 又不是那麼樣的 好處理 是 好處理 好處理 在相識的情況下 居然被日本隊拿下這一分 你們呢 非常精彩 壓得多快 第一時間上來 是 是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Edan就在那裡等他 直接就上了 好,插王蟲 好,插王蟲 劉順翻球 漂亮 這樣 這球就是給丁寧 加壓的機會而已 對 他這個球是 很適合丁寧的一個打法 是 因為丁寧他就喜歡 這樣子的一個打法 太快了 有一點點急 有一點點急 好可惜 對,這本來是一個機會 這個揭發球的角度… 角度… 對,已經帶開了 對,帶開,然後又有時度 不好回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 Edan他常常會用左邊去那一種摩擦 然後一個勾 因為Edan他是一個… 他左邊是中科 是 對 對,所以有一點點要讓他… 那種飄的感覺 好球 雖然改變一些發球的策略 不過這一球 一球沒有影響到中國隊 對 他只要長了 中國隊,他就有出手的機會 是 好球,漂亮 哇,你看我們… 這一個… 找田希娜 這個… 直接第一時間的那種 彈…彈…彈攻 哇,這球反而是讓中國隊腳步來不及 對 確實這個第一時間喔 把速度帶快 讓中國隊… 在輪轉上啊 產生一些… 失誤 對… 這位一個名球非常漂亮 現在… 大陸隊叫暫停喔 嗯… 蕭戰教練 已經覺得… 該緩一緩了 趕快… 叫出暫停 那相對的… 他們如果拿下這一局來講 他們是百分之百的絕對優勢喔 對… 所以他盡量的就… 不要讓小江有任何的… 機會… 嗯… 因為剛剛… 原本是9比4領先 不過… 日本隊連追了兩球 對… 所以在這個時候 想辦法讓他的氣勢 稍微做一下… 中指 是… 不要讓他順勢而上 不過… 從這個… 前兩局看到第三局喔 日本隊… 好像… 心裡面並不懼怕… 對手 對… 雖然兩位選手擁有十座的… 世界… 單打冠軍 對… 但是啊… 這… 日本… 的年輕組合啊… 確實打出他們的水準 他們… 等於是… 沒有…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反正… 不打… 不敢打… 一定沒機會 那… 這個… 比賽其實是很簡單的 嗯哼… 他其實就是一直在表現你自己的實力 當你不敢打 那等於是沒有把你的實力表現出來的時候 你在這種世界盃的比賽 你根本沒有任何機會 是… 所以… 他… 從頭到尾都是一直很敢打的 哇… 這球也很積極啊… 不過… 掛網 對啊… 你看… 暫停馬上奏效 是… 好… 來到… 這個局點 哇… 追求回擊出界之後呢… 在第三局… 中國隊11比6… 反而是比較大幅度的領先拿下第三局… 目前在局面上… 中國隊3比0取得絕對的優勢…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好…我們看到第三局的數據… 雙貓面差距最多的就是… 對… 日本隊… 出現了九次啊… 那中國隊只有三次… 所以可以看得到… 這個… 畢竟… 中國隊兩位球員是比較成熟的… 所以… 對… 失誤的控制上也比對手好… 而且… 還好上蠻多的… 對… 那… 中國隊來講… 他是整個的那一種… 打法… 適時的稍微做了改變 是… 那他整個… 速度來講… 他反而不打那麼快… 把質量… 打中… 對… 那… 反而是造成… 你… 日本隊的那一種… 要第一時間… 你不好接力… 你不好回球… 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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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一個反手的擁球… 造成… 劉思文的一個… 出手… 失誤… 哇… 又是… 有一點點太急了… 加油 好,他往進,幸運 跟第一局一樣 一開始,日本隊就取得4比0先 剛剛這個揭發球有點猶豫 對,拌出台,然後拉長以後 被叮嚀了一個大角度的反壓 好球 把他角度拉開來了 對,你看到叮嚀這個球 他並不是快速的,他是有點打轉 但是我們那個小將 日本的小將也非常的有經驗 他馬上踩上去 直接壓 整個日本隊的出手來講 還是非常的積極 要衝長球 衝長 好球 讓他不好借速 然後他一定要跟著球的速度 那如果不跟上球的速度 他就很容易造成那種 非收穫性有餘的失禮 好,這時候日本隊叫暫停了 因為已經退無可退了 對 在0比3結束落後的情況下 那他們在第四局 目前是5比3領先 所以希望能夠延續 這樣一個領先的優勢 把這局先拿下來 再把戰線給延長 對,他剛剛是從5比1 追到了5比3 那相對的 他們也想要稍微做一個緩和 然後稍微做一下 戰術的一個調整 變化 溝通 看有沒有辦法 先拿下這一局 再來往第5局 是 因為在前兩局其實 日本隊都是有機會 對 尤其第一局都有拿下局點 那很可惜 沒有辦法一鼓作氣 好 那我們看到的是 那丁寧跟 劉思文 劉思文的變化 他們打球的那種速度跟質量的變化 比較大 比較快 好球 好,暫停回來 日本隊拿下第一分 目前6比3 好球 漂亮 他一個大反割變線 但是沒有造成他們要的效果 好球 我們看到日本隊打得夠兇 對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隊他根本不怕你快 他快 他好接力 而且那是他們的打法 那你相對於如果打轉一點 打中一點 他們來講反而是沒有那麼好回球 好球喔 確實 在第一時間就加壓了 對 哇,現在行程8比4 日本隊本場比賽領先最大差距的時刻 最多都領先到4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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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可惜了 一個快搓的事物 其實這個球 他看清楚了 他是側轉 是 是 這個相持啊 很可惜 對 他這個 對 他這個位置做得相當不錯 他 他把伊藤往右拉了以後 馬上又回球 又往左 好球 好球 你看,都是第一時間的回球 然後把角度打大 好,伊藤發球 電影接發 插網 這個白短讓 劉書文失誤了 來到日本隊的局點 而且有四次的機會 哇,黏一個 精彩 你看 這局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整個那一種 非瘦波式性的失誤減少 對 然後整個那一種角度啦 速度都回得相當不錯 所以造成 因為 金鈴跟那個 劉書文的人 那種失誤 就可能是騙高的 好 第四局啊 日本隊 單回城目前1比3 暫時落後 好 好,您現在收看的是 2017年世界做球錦標賽 最後一天的賽程 那目前場上進行的是 是女子雙打四強賽的第二場 當然在今天的後半段 8點30分開始 會進行男子單打的決賽 以及女子雙打的決賽 所以請您持續鎖定11 好,剛剛啊 日本小將打出精彩的一局 以11比6 擊敗這個 這個 對手是世界排名第一跟第二的 金鈴跟劉詩文的組合 哇 這樣一個 好的狀態啊 希望能夠 延續到第五局 哇 可惜啦 有一點改變方向 讓伊藤有一點點 搞錯方向 是 好球 你看,一個擺短稍微偏高 一人上去 就直接上手 快撕 好可惜 好球 好球 可惜啦 對 他整個 送到 丁寧的正手 我會丁寧整個 撲過去 直接就上手 所以你角度不夠快 速度 角度不夠大 速度不夠快的話 到對方正手來講 是一個 非常不利的回角 是 哇,丁寧精采 漂亮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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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回的速度 真的好快 不過剛剛這球 可以看到丁寧防守的功力 對 我們看一下 很高 很高 擠到 對 擠到他的正手 劉思文 產生失誤 這次的相持 被中國隊拿下來 這次的相持 以幾乎就是 防他的快球為原則 是 對 暫時就是說 不要想要大阪 對 快速地回球 那整個 整個那種 百速的壓制 可以對得上 再來找機會 哇 這時候在3比3過後 那個隊連丟了兩球 那剛剛我們也看到丁寧 他現在也沒有那麼積極側身 他反而就是反手把你壓住 因為如果再連續的相持 可能對中國隊是有利的 因為畢竟他們經驗也比較好 對 質量也比較重 對 所以他不至於說 不用打那麼快 一定要那麼樣的強勢 不用想說 一板就要跟你死 對 那等於是 他有點壓制住了以後 再來找機會 再來做補板 對 畢竟日本隊的年紀比較輕 可能穩定性也不夠 這一局的 Face Oversions似乎 好像又有一點出來 對 目前中國隊已經取得 7比3的4球領先 好球 好球 有 有 你有機會的話 你讓他有機會 他還是一樣重 對 一樣重又快 大一個大角度 對 所以相對的 他就是說 在擺術的這一方面 先應付再來找機會 對 哇 再一個斜線 對 所以他也 不是那麼積極地想要攻你 他只是把擺術對上 角度打大 好 目前在第五局 中國已經取得9比3的優勢 六球的差距 整個條 整個把角度都打開了 好 目前是中國隊的決定 有7次的機會 對 沒有浪費 要可一次機會 第一次的賽末點 就順利的拿下 感覺 這局 才是世界排名第一 跟第二組合的實力 對 他們的經驗 其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實力也相當的好 那這一局的話 他馬上 變出他們的那種打法 他不要求大阪 那只是把球回好 再來找機會 那相對的 造成日本隊 就一個很大的一個 非瘦波性的失誤發生 對 這場比賽最終由 丁玲跟劉思文拿下 也成為第二組 晉級女雙的組合 當然在本屆的試錦賽 可以確定中國隊 是大贏家 對 他們已經拿下 這個女雙 那個男雙的冠軍 那接下來 這個女雙 金銀牌都是他們的 因為另外一組的組合是 這個陳夢跟 這個朱宇玲 那另外在南丹的部分 將是有馬龍對上梵振東 都是內戰 對 都是內戰 那 基本上 中國長城啊 到底有辦法突破嗎 老師 在我個人覺得 好像是有一點 越來越難 因為這畢竟是他們的國久 而且再來一個就是說 他們真的非常非常的 在這方面 在打法的研究 然後在整個世界上的整個研究 整個研發 整個訓練 真的是 我覺得好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 可以跟得上去 對 在本屆的四面 應該說五面金牌 那其中只有一面混雙 是被日本隊員拿到 那當然那一面是因為中國隊 並沒有太多的那個 對 屬於 對 對 對 其實那他們現在的 現在的一些趨勢來講 好幾個比賽來講 他們幾乎都是把比賽 不把比賽的金牌全拿 是 好 我們來聽一下 中國隊的防範 然後是3-1 在第四個遊戲 你怎麼回應了 你怎麼回應了 一開始領先3比0 後來人家又追上來了一局 感覺有什麼變化 然後自己是怎麼調整的 可能第四局 我們在精力體力上 稍微有一點點不夠集中 然後對手也是有一些搏殺和變化 然後覺得非常正常 然後第五局 我們還是盡快地調整 然後更積極一些 當然我們看到這個 接下來他們要面對的是 陳夢的助力 可能會是一場 惡鬥 對 因為我剛剛在上一場比賽 看到那兩位選手 確實在輪轉上 在這個默契上 似乎還會比這個世界排名第一 跟第二的組合好一些 對 因為我們整個看 跟丁寧的打法來講 它是屬於比較男性化的一個打法 經營跟女子單打的決賽 然後呢 你感覺單打和雙打做準備 有什麼區別嗎 因為雙打是有搭檔嘛 然後我覺得需要兩個人 更多的溝通和配合吧 對 因為雙打是有朋友 所以她感覺到她需要討論 跟她的朋友 所以當丁寧也提到 這個默契是非常重要的 對 所以就看他們待會兒 在冠軍戰的默契 對 然後再來一個 然後再來一個 結果說 再來一個又是面對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個打法 要看誰的狀況好 好 我們看到 最終恭喜丁寧跟劉須文的組合 進入到女雙的決賽 而這一階段 現在的轉播也到此 高雲動作 也別忘了繼續收看 8點30分開始的 男單以及女雙的決賽 我是李敏竟 以及球評老師吳生妍 祝您順心 我們下次再會 再會